我們先上場一下 嗨 的人進來好了 我還拿著我的眼睛 我忘記 我忘記修士在裡面是背什麼包包 不一定要 他好像是比較女生的那種 有人有看過那部片了嗎 嗨 燈超亮的 有人了嗎 好亮 今天燈好像比較亮 今天太陽比較大 所以我們應該就這裡 對 嗨 還好 可以 嗨 嗨 有人嗎 有有 真林來了 民群 嗨 嘿 今天零食 零食 你們可以看自己的 零食改時間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看 我看一下背景 對啊 因為我們 因為我是我的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開會 剛好也是四點半 然後想說那不然把那個直播提前好了 今天的直播我也很期待 嗯 因為就是大家最近有看韓劇嗎 我沒有看 因為我想說等播到一個段落 才開始追 第八集而已 今天晚上就有了 今天晚上有一集 有人有看當你沈睡時嗎 當你沈睡時 秀智跟李中碩演的 有啊 一八五十一了 你看差不多了 可以開始了 看一下 這邊 流海 好 今天都戴了秀智的眼鏡 今天都戴眼鏡 好我不看這個 然後我們剛換完之後 大家一起走出來 然後發現 大家有點撞臉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不是說介紹那個秀智穿來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在裡面的 韓劇裡面的穿搭 其實是跟我們平常生活中的穿搭 其實很像 就其實很像我們上班的穿搭 對 你好像沒有吧 很平常的 比較大人一點 比較女人一點的 就是很休閒的那種 就是我跟剛剛就是 或者就是我們其他 或者在公司的其他女生 其實就是上班的時候 因為很趕 哈哈哈哈 就像牛仔褲 然後一個大學廳 然後或者一個襯衫 然後就 戴個帽子 最好就是素顏 因為素顏 就是一定要戴個眼鏡 跟棒球帽 就會稍微把造型加分一點點 所以其實 平常都這樣 或者沒洗頭的時候 哈哈 就會戴帽子 對 沒洗頭 就會戴帽子 對 就是設計 我們不太愛洗頭 哈哈哈哈 嗯 然後所以說 嗯 其實 這是介紹 今天想要介紹 秀制穿搭 其實也就是我們平常生活 就是平常日常的穿搭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直播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搭一點點 比較有造型 讓大家覺得說 欸你這件不同的衣服 也可以穿出不同的感覺 然後其實我們今天就是 非常的生活 對啊 就是平常你們就是這樣穿 就是平常會選比較 亮一點的顏色 今天真的選比較 黑白會 對 就是一本色 就是你家裡面 可能就有的顏色 你不一定要買新品 那你買新品也很開心 對 你們要誰先開始介紹 那我們直接來介紹 好 那我先好了 那這次穿的話是 這禮拜的新品 是另外一款的封印外套 這款跟我們上次的 那一款的材質是 不太一樣 剛好上次那一款就是 旁邊小羊穿的 然後那就是這個那一款 對 還是上次我們介紹 它這款比較紮實吧 但是這款比較 垂坠 對 它比較垂坠 然後它是有 它是有彈性的 它是有彈性的那種 布料不一樣 對 它的感覺就是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款 我覺得Peggy穿的 比較女神一點 對 小羊身上的是 比較有男孩風的感覺 對 所以 欸這它有幾個顏色 兩個顏色 它有一個紅色 它有一個紅色 紅色很好 對 大概就是到158公分 然後它穿起來就是到 膝蓋 膝蓋 小腿肚那邊 長長一點 然後它就是有 綁帶 綁身 然後如果你想要 合起來穿的話 好像也滿滿 像這樣 像這樣 啊 就是合起來穿 站遠一點 然後Peggy身上裡面的這個條文梯啊 它也是這個禮拜的新品 對 它默默的也是賣得很好 對 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上班穿什麼 就是直接拿條文梯出來就對了 因為它什麼都可以搭 你家裡有幾個條文梯 我好像有 三十 應該有四五件 三十嗎 四五件了 對 我一計算少 你好少喔 我很少欸 為什麼你不太喜歡條文嗎 因為我怕我穿條文梯嗎 我會看起來很寬 因為我比較寬一點點 我以為你要說四五十件 你知道我剛好說四十 好準確的數字喔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有超過五十吧 真的假的 也太多了吧 真的很多 應該是加條文的外套跟裙子是什麼吧 還是上衣而已 光條文 好可怕喔 好多喔 就是平口的 寬的 寬的 因為條文有 你看Ruby身上是細的 然後這是寬的 然後就是各式跟那個 配色也不一樣 貓力也算嗎 襯衫 沒有 是指紋 分開算了分開算 你幫我這個 很多人想要看橘紅色的 我穿來了 有人問說會太高調嗎 太高調 那你就選 因為正紅 正紅才會比較高調 我覺得橘紅很好 我覺得它跟你的唇色很搭 今天是用 GG的 星星 新款 然後因為它這邊 袖口有做一個這個 就是它可以翻摺 對因為我剛看你是 你是把它翻摺 我是捲氣的 然後我 那其實我如果翻摺 好像很可 我本來想說 讓它皺皺的 比較有造型的感覺 嗯 翻摺好像很可 翻摺就不要露那麼多 這個上衣 翻摺起來好像也蠻漂亮 看起來比較利落一點 紅色很好看 有人問大學T穿了嗎 還沒穿喔 大學T昨天穿 這件這件這件的材質我覺得 滿舒服 就是滿 滿 輕鬆的 它不像一般的縫衣外套 它其實是有點學放 學放 對 它有點學放 有一點點彈性 對 後學放的 然後它的橘紅色我覺得 這樣子 還是我覺得橘紅色可能 帽子是要配白 有人問外套的厚度 厚度喔 大家看得出來嗎 可能要形容一下 這樣後來可能看不出來 我覺得大概0.2公分 大概0.2公分 就算穿還是會太熱還是 今天穿我覺得OK 我覺得今天的溫衣穿 穿冷欸 對啊 今天在辦公室裡面都穿毛衣外套 對 真的很熱 外面剛剛也很冷 風很大 我喜歡這樣的天氣 可以一直持續到 那小羊要不要介紹一下身上的衣服 我身上的 好 那我這個 講完了嗎 還沒 褲子 這個 欸我要先講這個橘紅色外套 紅色系列單品就是這個 這是秋天款 就是經典很流行這種顏色 然後它後面是有這樣子 你可以吹一下 我覺得吹下比較好看 然後我覺得這個長度 剛好可以露出那個腳踝 這樣看得到全色嗎 有看得到我 可以嗎 因為我穿小白鞋 然後這樣子的長度 我覺得單單 就是露出 腿最細的地方 對 這樣子 嗯 但是我本來穿到不是這個 只是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點 楓葉色系的 楓衣外套 其實不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太亮眼 是平常也可以穿的 那 因為我們今天是走秀制look 所以我們穿比較休閒 可是如果你平常是 比較大人一點的 你可以穿洋裝在裡面 我覺得也蠻好看 或者五分裙 格文的五分裙 就蠻俗女的感覺 對對對 好 那我要 介紹裡面的 對我想要再穿 有人說高雄很熱 高雄很熱 那你就不要 就不要穿外套 你就買裡面的就好了 然後我的 這個 跟我的包裹 我今天買包裹 因為貨很重 對啊 因為我買很多 剛剛收到的 很夠 我等一下想要開箱 嗯 好大一包 對很大一包 然後裡面其實 我要先介紹衣服 來先介紹我買的 先介紹你身上的 哈哈 身上的就是 覺得這個是最 最經典的 配色 嗯 卡奇色加牛仔 然後你裡面穿白色 灰色黑色 都很好看 對 然後 嗯 我介紹我的牛仔褲好了 所以我牛仔褲是 這週新上的 PS101 對 因為PS101 在上週已經有兩款 然後有一款已經銷售完 就是後面有破的 割破的 然後這款是我覺得 它比上禮拜的更 更貼 更貼腳踝 小楊身上的這個是 這禮拜新上的 PS101 PS超彈力顯瘦 抽搐牛仔褲 它有做五個尺寸 五個尺寸 然後我穿S號 然後我的腰跟整個都是合 但是因為它有彈性 所以不會覺得不舒服 對 就是你跟也蠻好 等等 彈性很夠 對彈性很好 身上的封衣 是上禮拜很多人在問的 它現在已經有現貨 可以直接買了 然後裡面的那一件 它是寬袖的針織上 它也是有很多顏色 有七個顏色 我裡面這一件 這麼寬 寬袖子 然後我覺得它是 很舒服耶 這個毛料 它不會是 是舒服的 而且它也是有厚度的 對 而且它袖子這邊很可愛 嗯 它這邊做寬寬的這樣 然後有厚度 我覺得很很很可愛 對 然後它有七個顏色 對 所以兩件六九八 所以好像可以 可以兩路 對 因為它真的很多顏色 這個我還會 我還會想要戴別的顏色耶 因為我剛穿那個灰藍色 也很好看 對 灰藍跟淺 就是後 跟大學T的淺藍很小 現在等一下會成 會來很可愛 然後 這邊也是做比較有一點 不是正常的圓 也是有一點點寬的 寬寬的 寬領口的 然後又有一點A字 就散狀的感覺 就是你如果不喜歡穿太合身 你這樣就可以 對 我通常不會配這麼短的上衣 因為有點不值得 可是因為你會搭外套啊 對我一定會搭外套 對 然後 看一下有說什麼 單穿不會透嗎 單穿不會透 單穿不會是有厚度的 這個很 算蠻厚 超不透的 超不透的 超不透 一點點透都沒有的那種 那妳要先 要開始開箱嗎 好 還是妳要開箱 那我這個褲子 我也覺得它有一點 提供 那我不要給大家看沒關係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 我覺得它很 很不錯啊 妳要先開箱 還是要先 但我可以跟MOLI一起 因為MOLI她穿的是XS 我穿S 可是我在跟她旁邊 剛剛有人問149穿會不會太長 是說外套還是說褲子 對 我們請MOLI來示範 MOLI身上穿的褲子跟小楊是同一件 它是XS 這件有出XS跟XL 對啊 真的很貼心欸 因為XS我覺得蠻適合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穿 很小隻的 我們做X 在試穿的時候想說 S號 因為我們都是大概158 160公分 然後就覺得說如果做XS 可能會符合就是 155公分以下的女孩 嗯 褲子跟上禮拜101版型 尺寸會一樣嗎 不太一樣喔 他們101只是說 他們都是貼腿褲 但他們每一件的版型 都還是不太一樣 MOLI要介紹了嗎 另外一位秀姿又出現 可是我好像 比較像哈利波特 我們這禮拜有上兩 兩款條紋襯衫 現在MOLI身上裡面穿的是 其中一款 簡約自在感襯衫 對 我搭的是這個 秋日蝴蝶結背衫 這背心是之前的商品很可愛 對 是深藍色的 我的是深藍色的 褲子妳穿起來是全靜的 是合身的嗎 算是很剛好的 因為妳好像很難找到合身的 對 妳要不要講一下妳的身高體重 我的身高是150 體重38 所以穿這個還蠻剛好 所以跟MOLI差不多小隻的人 就是平常穿我們家S號 會太大的人 這款就可以考慮XS 我穿起來是合的 我 我不喜歡就是褲子 就是穿起來就是有太多重的 對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很貼 而且它很舒服的 很有彈性 嗯 就是穿上去覺得很 它很舒服 跟原本穿的牛仔褲 就是一樣 因為原本穿沒有彈性 對 因為妳很難找合身的牛仔褲 那妳有買9分嗎 買過 9分 找得到9分 照 照 都會太大 哈哈 她剛想了一下 找不找得到 對 好像都沒有真的很久 有人說妳很像柯南 哈哈哈哈 誰說 就是155公分 妳還說誰說 有很多 有很多155公分以下的女孩嗎 因為我們 我在跟雅雅 我們在想說 嗯 要不要特別推出 要不要特別推出 褲長比較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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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的系列 你們有嗎 對啊 這邊有150以下的 舉個手 還是大家不敢 CINDY 她剛剛已經講過一次 我是 我看起來 手段其實我真的沒有 我就是 158公分 52公斤 然後逐漸變胖中 很多人都是150左右的 對啊 那你們買褲子 欸好多 真的好多 然後小瑤 雨婷 然後 信 然後 真銀 她都是150 左右 分以下的 嗯 那你們買褲子好買嗎 好149 149 對啊 可是如果 很多人的話我覺得 我們可以 請雅雅跟Molly 對啊 通常就是都只能買短褲或 短褲 可是妳裙子好像也是算了 因為腰 腰就要自己縫一下 不要再穿一次封衣給大家看 就是封衣穿起來長度到哪裡 因為剛剛有人問說 149封衣穿起來是可以的嗎 我覺得上禮拜的卡提斯的那款 可能會比較難 喔 因為它比較大件 對 但是這一款因為它會 它會 垂墜就會很 就是 配合的身形這樣垂下來 我覺得 是可以的 然後再配個有更一點的鞋的話 它應該就可以了 它沒有那個尖鞋 它是垂下的 對 你可能要退後一點 它穿起來大概是到小腿一半 其實是可以的 剛剛我穿好像在上面一點點 細幹那邊 一點點直到小腿 嗯 也是露出最細的地方 它好像變魔法 妳說妳要變魔法喔 這應該是妳平常也會穿的穿搭吧 嗯 我也會穿這種 就是 黑色的外套 而且今年我覺得 紅色系 就是 深藍配前藍 就是 牛仔色系 穿搭其實是很好看的 嗯 然後像Molly 身上這個 毛衣外套 什麼毛衣背型 不管配白色的襯衫啊 還是條紋的啊 都很可愛 灰色 嗯 因為它側面就會露出比較 就是 很可愛 就是這樣子 這也是同色系 對 嗯 我們下一位要出場了嗎 下一位 你的秀姿 秀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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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要在下午的直播露臉了 終於出現 她下午 她真的上半會穿的超像秀姿 她下午 她真的上半會穿的超像秀姿 又很不愛 很不愛洗頭 對 你們要在直播上面承認自己很不愛洗頭 對 她不太會化妝 她就是常常睡過頭 所以我就不會化妝 所以常常都戴個帽子 或是眼鏡就出門 嗯 很多 我姜姜平常就是 這真的是姜姜平常的穿 平常就是這樣穿 她就會穿一件寬鬆的大T 然後配寬褲 然後配寬褲 然後配一個外套 對 牛仔褲或者這種流行褲 反而都會有 因為最近好像冬天蠻 蠻多這種隔文的單品 所以我自己也有衣 姜姜幾公分 這件穿 160 160 160穿這個 這個禮拜的新品 簡約感 隔文 休閒長褲 黑色的是到 可以蓋住腳踝 你160穿起來 剛好是蓋住腳踝 然後換一種 S好 它還有淺一點的顏色 它有性色的 隔文 這個 這個灰我覺得 灰隔文很好看 這蠻好看 因為我今天早上有穿 而且它是比較學綁 不是 不是學綁 它是綿嗎 綿嗎 我上去不想是亮亮的 對 它不是像 它麻料感沒有那麼重 對 我覺得這件很好看 而且很寒 這件你也很想穿 對 我可能有穿M 我穿起來超舒服的 我今天穿M 而且它是做今年流行的寬褲丸 對 有人穿起來看起來很長 不會 可能可以選黑色 因為它還有一個是比較淺的性色 這個很不嫌骨盆 還是你沒有骨盆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 我158 但我剛 我早上是穿M號的 有人問你穿M號會太長嗎 不會 因為它其實長度應該沒有差太多 長度通常褲長都會加個 1公分到1.5 也不會太多 但我覺得買M長一點也蠻好看的 對 就比一個落地褲的感覺 想要再更長一點 落地蠻好看的 它江江身上的這一件衣服 是隱藏的新品 就可能很多人會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上這款 對 我會沒有發現上這款 它是MIT休閒風格棉質長上衣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竹肩綿布料 對 它是有點竹肩綿的布料 然後看手 大家最喜歡的 會有一點點綿透的 這樣拍得出來嗎 拍這個袖子好了 可能比較輕 是舒服的 穿起來是什麼感覺 穿起來很像沒有穿一樣 穿舒服的 它像沒有穿到好像是內衣廣告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 這是所有的客人 真的最喜歡的 就是竹肩綿布料 如果你現在是在高雄 就可以穿這個 就是台中以南 就可以穿外套 哈哈哈哈 就不會太熱 台中以南還可以穿這個褲子 你說很涼爽 這褲子是涼涼的褲子 又可以防曬 對 那如果台中以南上班的上班族 在辦公室的前任 就可以再戴這件外套 你就多加這件外套 江江身上的外套 是之前的 之前的 它有灰色 它現在已經要預購了 但是就是 已經在預購了 但是它一件就滿 那個免運 預購的免運門開 所以還是可以買 對啊 就是我們 護袖變得寬寬的 這我們辦公室很多人穿 今年就是寬寬寬 誰更寬 就是寬寬寬 就是寬寬寬 對 現在好像是我贏 我看 有嗎 對 你這個贏了 你的外套贏了 很多人說你是繡字獎 繡字獎 我要來趕五了 它可以穿這個 因為我覺得一樣 剛剛同色系 就像Molly一樣 它也是牛仔色系搭配 然後剛剛是灰白色系 那其實灰白色系 就是平常不敢穿那麼多顏色 亮色在身上的女生 其實就是這樣 你不一定說 嗯 沒有色系 就會感覺你很無聊 不會 就是 一點點的點綴 你再配一些衣襟或是帽子 或是你覺得有一個 一些流行的單品 對 流行的上衣單品 或帽子 鞋子其實也可以 不真的是衣服 對 而且他們都會戴小白鞋 對 一定要穿小白鞋 我們今天都穿小白鞋 那邊也是 對 今天就是很休閒 今天就是大家在辦公室會 今天很像 其實秀製穿搭 我覺得很像大學生穿搭 有嗎 很像就是 Puzzle設計不 張開不穿搭 對 就是很像我們自己平時的穿搭 所以我們穿起來蠻得心應手的 對 很自在 很舒服 對 那我們下一位 要出場了 好 欸我有衣服是不是 有 還有 然後今天要介紹 Pegin Pegin身上的這個洋裝是 簡約麻料綁帶洋裝 它有黑色 咖啡色跟紅色 它有三個顏色 然後襯衫的話 襯衫是之後的新品 之後的新品 好像有人問 然後它是之後的 對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我穿這件襯衫的話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一點點寬鬆 但是它好像版 它版的版型就是寬鬆 對 它這個資料它上面是寫說麻料 麻料 它是穿起來是什麼感覺 它因為它裡面有做內裡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還算舒服 就是還蠻 還蠻舒服的 然後它後面 它是不是後面是有綁繩的 後面這邊是做綁帶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就是它的那個帶子是可以調整的 你要不要完全對面讓我看一下它要怎麼綁 就是它是可以調整的 就拉 它這個是可以 你可以往上 那你就把結綁在這邊 那你往下 比較休閒感一點的話 就是綁在這裡 像我現在是內搭襯衫 所以我會讓它露襯衫 的部位會比較多 所以我就是把它拉下面一點 對 但是如果你想要單穿這件洋裝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拉高一點 所以你會像搭那種 無瘦 無瘦被淚之類的 對啊就是可以直接變成單穿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拉起來 裡面不要內搭 你就可以直接當小洋裝穿 然後外面照風衣外套之類的 對 然後但是現在我是因為裡面有搭襯衫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有把它拉長一點 然後 現在拉長的話 就是到膝蓋以上這個位置 但是因為它可以調整 所以 所以就是 你可以看你自己想要 穿到什麼樣的高度 有人說黃格子襯衫 看這是之後的新品 可以鎖定我們官網 它有很多顏色 不要告訴大家 它有很多顏色 它有很多顏色 它三個顏色 那你這個下面就是配襪子 加小白鞋 對啊 因為現在想要走休閒一點 對 就是很休閒 這好像假日去大清啊 對 但是如果你想要變得比較 呃 成熟一點的話 你可以搭配馬靴 然後把襯衫完 馬丁鞋好像也可以 對啊 或是你裡面可以搭T恤 或是 針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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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可以 對啊 因為它是黑色的 那它就是 很划算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調整它的長度 你可以把它變成那種風格 或是這種內搭的 所以 所以你不用怕你裡面內搭會不會太厚 有些東西就是怕你太厚 然後這邊 會卡住 就是譬如你內搭的東西 比較厚 它就會卡住 所以你可以調長 長一點就不會那麼卡 然後給大家看看耳環 耳環也是 耳環是這禮拜的新品 它是正式的 很可愛 然後有一點 所以你怎樣選的話都 都可以 都可以選 格紋是下禮拜的新品 格紋是下禮拜的新品 格紋是下禮拜新品 好 這樣這樣好了 那我們請先這樣 對 袖子這樣要做 袖子這樣 剛剛看到這裡這樣 我覺得很可愛 一定要介紹給你們 這是 這禮拜的新品 是針織的外套 就是它們其實跟一般的外套很不一樣 它有一個小造型在旁邊 在這裡 它是綁帶的 綁帶是可以調的 對 也可以自己綁 你要不要近一點 這樣拍得到嗎 因為它是深藍色拍不太到 它是這樣子的綁帶 有交叉的 很可愛 這件很可愛 它除了深藍色好像還有粉紅色 它還有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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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另外一邊好像說 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 做一個不對稱的感覺 但走不成就這樣 這件很可愛 剛剛發現的 想說推薦給大家 我會不會讓大家講 哈哈哈哈 嗨 小娘的第二套 小娘的第二套 就是 秀之穿搭有一個重點 就是簡單的 不會太複雜的商品 然後配小白鞋 然後幫球媽媽的眼鏡 牛戴外套 對 那外套 就是真的是很像我們平時的傳達 然後我今天穿的這一件呢 也是大學的T的布料 就樓褲的布料 對 但是加了裙版 對 好像可愛版的袖子 其實這一件完全也是睡過頭的時候 就是趕快穿上去 然後再屁個外套就走了 我覺得好像要搭個襪子才對 那大家想像一下 那它還有大襪子 然後它是做 它也是有點 泡泡秀的感覺 嗯 小楊現在身上的是MIT初秋氣息休閒免質洋裝 它除了卡其色之外 還有黑色、磚紅色跟丹寧藍色 都很可愛 這卡其色很秋天耶 對啊 而且好像蠻顯白的 對對對 你幫我拿這個 因為我本來想介紹耳環 但是我沒有耳洞 但是我要先把它套上 這禮拜上的耳環是真式的 這禮拜是上真式耳環 雖然我真的沒有耳洞 可是我也覺得這一個很漂亮 它是有點琥珀的感覺 對 就是有這種 就是會有 每個角度會有不一樣的顏色 很可愛 這好可愛 這樣大家也很好看 對啊 可是你會覺得都是圈圈嗎 嗯 如果要戴耳環就不會戴眼鏡 對對對 就是選一個 因為我那天有一次也是看到江江 他戴著棒球帽 然後戴著大眼鏡 然後戴著大眼鏡 然後戴著銀色的大耳環 然後就有好多圈圈那種感覺 就是可以遮衣 搭 這個很可愛 可愛的琥珀色的耳環 對 它是琥珀色的 這很有質感 哈哈 那要不要繼續介紹你身上 我身上不是講完了 講完了嗎 這麼快 重點是它的魚尾 魚尾是 壓折 我覺得 因為通常大家看到是荷葉的 嗯 這是我覺得它 因為這其實是我的款式 嗯 我想要做有點學院風 所以我不是 有點像百折 沒有那麼魚 對 然後是做這樣有壓折的感覺 有點像百折群 但它是寬白的 然後因為 我覺得只要弧度 下擺弧度 越大 你腿會看起來越細 對 然後 這個好像還有 什麼色啊 黑色 這個紅色跟丹寧藍色 嗯 有真的很多色這樣 覺得很可愛 這樣就是也是很大學色 然後 還有一個小配件 就是如果你買到了 超爾巴的包裹 哈哈 你就這樣子 這樣子去Seven 這樣好時尚喔 對啊 這樣去Seven好時尚喔 從Seven 這到底是什麼設定 哈哈哈哈 去Seven拿包裹 不是去Seven里玩包裹 秀智啊 秀智可能會這樣子 它在戲裡面有拿包裹嗎 它會拿很多文件 因為它會去電力商店 對 它會去電力商店 然後我們去電力商店 大部分都是買午餐 然後跟拿包裹啊 對 因為拿包裹的那個顏色 都是黑色的 對 對對對 很可愛 如果你沒有拿包裹的話 你可以拿一個布袋 你就拿這個布袋 換你也可以把包裹 換一起帶裡面 哈哈 夠五 洋裝多少錢 洋裝是五百九唷 有人說這裙擺很美 對啊 這個裙擺很可愛 有人說 我等一下要開箱 等大家介紹完之後 我想要開箱我這個 這是 Cindy說這是什麼設定 這是什麼設定 這就是 去Seven拿包裹 也要很流行 對 也要很韓系的設定 對 然後通常 我看那個韓劇裡面 秀智它是 後來剪短頭髮 對 後來剪短頭髮 會綁起來 然後再帶棒球帽 或者說它平常 就這樣順順地綁 有人說是取貨look 對 取貨look很可愛 好限定喔 誰想的 那個不要提想的很好 好有那個 佩爐 佩爐很有行銷的那個 對 他不要提想的很好 他這個look很限定 只有去貝利商店取貨 不會啊 去這張盒機上都可以取貨 這個怎樣開 我還有一套 你要先去換 可是我的下一位還沒來 我的下一位還沒來 那 還是你要先說你的 好吧 那我先說 我買了TS101 就是這週的超彈 超彈 看得到嗎 有看到了 然後跟 什麼我看不到 下圍田 花朵 打著蓬蓬圓裙 跟卷邊色尖 換卷邊色尖 我買了三色 我買了粉 跟信 跟咖 我現在來猜給大家看 很可愛的這個包裹 大家拿到了嗎 有人有拿到我們新的包裝了嗎 圓框眼睛會推出肉依 然後我現在 猜 可是我 他們 又來了 那我先不猜 下一位換 換 Molly回來了 Molly現在 唉唷 沒有用 我就這樣被預警的入境了 等一下 Molly現在身上的這一件 就是我們這次做活動 48小時限定特價399的 好感針織5分泡泡秀上衣 它現在好像只剩下卡其色 其他顏色都沒了 或是只剩各位數的 可是卡其色很可愛啊 你要不要退後 退後一點 很好待 對啊 它特價399 直到明天早上10點 那Molly現在身上的這個褲子 就是櫻倫氣息磨毛乾短褲 它有身灰跟棕色 這個跟上禮拜有一件西裝短褲很像 但它是比較再更暖和一點的 就是它是磨毛的 會刺嗎 不會刺完全不會刺 它比上禮拜的西裝短褲 再厚一點 厚一點 再厚一點 就比較秋冬的感覺 這一件才390耶 卡其色的也很好看 很多人說上衣很可愛 只剩下卡其色喔 卡其色 而且我穿就是 剛好 變氣氛袖的感覺 對 你要不要這樣展開給大家看一下 一直 展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可愛的這個 泡泡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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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看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喜歡卡其色的 其實如果你換一個帽子的話 就是很 就會很學院風 就是 如果不要再當棒球帽 就是那種英國學院風的感覺 對 或牛巾鞋 然後 像現在這樣搭一個棒球帽 就是比較變休閒的感覺 它好舒服喔 你說褲子還是上衣 褲子 上衣也是 它是 它的毛 會刺人的 不會刺人的 就是很包暖 可以蓋著睡覺 褲子很軟 褲子很軟 就是很舒服的 褲子很軟 褲子是one size 它是那個鬆緊褲頭的 很軟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下方 鬆緊褲頭 而且這褲子超便宜的 多少錢 它390 這麼便宜 它是毛 有點毛毛的 現在才390 我穿是腰剛好的 就是它不會太太掉 因為它是鬆緊的腰頭 對 鬆緊的 然後它有口感 可以這樣 泡泡樹上衣現在還剩下卡其色的 還剩這色 有人在問今天會有牙結嗎 沒收編 是問哪一個有沒有收編 這個 這算是有 這有這有 兩件上衣跟褲子都有收編 你有收編喔 你想要買不收編的 那個外套啊 外套 外套 你要不要再轉一圈 好像可以介紹 喔 你有帶著嗎 哪一個 這個哪一個 如果我今天沒有帶棒球外套的話 好像也可以搭這個 比較知性的感覺 對 就是也就是 木唇 還是你要緊的 木頭的 因為我戴帽子好像很久不太適合 而且這個木頭色的耳環 跟你身上卡其色的衣服很大 是同色系 對 如果想要知性一點的話 可能就不要戴帽子 然後改戴耳環 對 就會比較有氣質一點 就是把它綁起來 卡其色好看 只剩下卡其色喔 也沒有 應該也沒有剩很多 如果想要可能 立刻就要買 立刻就要買 剩一點點剩這樣子而已 它是木頭的 要看到嗎 好專業喔 木頭質感 對木頭的 下一位 剛剛很多 剛剛很多人問的大學T 終於穿了 我現在示範是界黃色 然後後面它 它有 因為它是五 它總共有九色 九色 對 滿多顏色的 然後我現在 大學T 我看一下 它側邊有開叉 對 它側邊有開叉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搭配 然後我現在穿這件牛仔褲 我覺得 很厲害 就是任天可瑜 給我試穿之後 我就 直接想直接換上 然後穿一整件 它穿一整件 就是剛剛有說到 這禮拜新的PS101 對 就這款 我覺得這款 跟上一次的101 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它的 彈性 它的彈性沒有到上次的101 那麼的彈 但是它還是算有彈性 而且它是 你一穿上去之後 你就會覺得你的肉 然後這樣 豎起來 就是你穿上去這款 所以我覺得 它就算 彈性稍微 不好一點 但還是我 我還是覺得它是算舒適 而且它是算 很秀色 它 你穿什麼尺寸 你穿什麼 我是穿S號 然後四川報告都有寫 其實是到腳踝的長度 然後它 都沒有做破洞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基本 然後非常的適合每一個人 它只有 下面有做抽虛 有人問褲子喔 褲子是PM 超彈力顯瘦抽虛牛仔褲 這是這裡拜的新牛 大家不要買錯 上衣的大雪梯是 就是後面架上 你可以 你可以把自己掛上去 你看 黃色 它有很多顏色 它皮膚黃的人 就是可能 可以避開 但是我覺得它的黃是 好看的 味道非常的大黃 對 然後這個是橘紅色的感覺 大雪梯總共有九個顏色 然後這是杏色 杏色是 就是百搭 好看 它也是兩件六九八 可以跟剛剛那個 針織寬秀一起搭 或者是就多買很多顏色 因為如果都是六九八的話 你就可以在六九八的組合裡面選其他 對 你不一定要同一款 這個綠色是不是跟泡泡秀的綠色很像 對啊 沒有買到泡泡秀你可以買這件 很可愛 就是很顯白 就是很顯白的綠 然後跟我們愛的粉 大雪梯就是秋冬必備啊 對啊 所以多買幾件應該沒有關係 哈哈 然後換雅筑好了 我 我換了一套 可是我覺得這個戴這個帽子 就怪怪 我們今天的帽子 還是不要來的 不要戴帽子 還是你要先拿下 還是你要戴你這種帽 你不罵好了 試試看 放到哪一下 好像有個怪 蛤 我覺得好像公主頭就可以了 那我就是這樣 那我就是這樣 現在小楊身上的這一件 是小清新學院感夾兩件 楊中它是夾兩件 對 它是夾兩件 就是我想要這樣 看起來有點逼真的 夾兩件 如果你怕穿這兩件 會就是卡卡的 或是會很熱的話 你就可以穿這個夾兩件 它好真喔 它真的很真 而且它這個是可以綁起來 它這個好可愛喔 對 這是芽芽的款式 我好像被燒到了 你非常 你很適合你耶 而且它做得很真 就是很像這邊真的有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細紋 它這個 這個的質 質料很好 嗯 然後它這邊的那個 所有的那個 長度也剛好 是滑滑的不會 不會粗粗的 它除了黑色 還有粉紅色喔 嗯 但學提這一款 是沒有內刷毛的 因為好像還蠻 涼涼的 它沒有內刷毛 但是我覺得會搭這樣 牛筋鞋 好學願喔 對啊 就是 袖子應該也會這樣穿吧 也 然後它就會把頭髮綁這樣 跟戴這個 跟戴這個眼鏡 就是袖子一樣 哈哈 然後這件我覺得很可愛 是說它 做這樣的人很 我好喜歡它的袖子 今年很 今年其實真的很流行 泡泡秀 去年其實也有的 去年大家還不 不那麼敢穿 然後今年的我們就 有一些些改良 就是讓大家都覺得 可以 可以穿上去 不會覺得太誇張的設計 這樣 然後這是做指紋的 是夾兩件喔 不是兩件 是夾兩件 肉依平常穿M的 也要選M嗎 這有幾個嗎 可能要看一下長度 這個其實很寬 因為它是寬鬆的 這有三個嗎 FM的喔 可是我覺得 可能超過160 可能要選M 長度的長度會太短 對 如果你比較高的話 你如果覺得要買M號 你很瘦 可是你比較高 你還是要買M號 就是比較安全一點 嗯 然後就是 可以背個包包 其實不會這樣背 但是這樣拿著 這樣你可以上班穿 這也是懶人寬 對啊 因為都不用想 就是不用想 對啊 因為如果太趕的 要上班的話 就直接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的話 我也是 會想要搭那個 紅衣外套 有人問多少錢 590喔 然後三個尺寸 ASML 對 這個 這樣子就蠻可愛的 嗯 大大件的 然後通常穿這種的話 我就會搭小黑襪 然後跟那種牛津鞋 這就蠻可愛的 對 牛津鞋 穿小黑襪 然後它的 它的褲子其實是做到底的 可以打開 我會打開 我會開到 我會開到 我只會開到第二個 因為 我會打開 因為 我裡面是白色小可愛 對 可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好像太多錢 沒有那麼學院感 比較大人 所以我還是會開到第二顆扣子 因為上學應該不會有人開到第四顆扣子 應該不會啊 但是有些小學生 下課才會開到第四顆 是很熱的時候 或者下課的時候我們就會把 開到這麼 對 這個很可愛這一套 好可愛 然後接下來 我們還有時間嗎 還有還有 換贈品 還有多少時間嗎 這是最後一套的嗎 你是不是還有一套 我還有嗎 你好像有三個 你還有一套大學梯的 大學梯 我還有一套大學梯的 跟裡面長洋裝的 沒有 水藍色那件 又沒有 那一件 沒有 那剩最後一套囉 換 換 你的禮物款 要出現了 今天禮物款換別人穿 今天這換我穿 上禮拜是那個誰 Peggy 都是Peggy穿 現在換醬醬穿 今天的 醬醬款 就是現在這個直播 分享加留言 可以抽的 就是這一件 背面很可愛 背面 背面好可愛喔 可以整個開到底嗎 可以啊 那你不要穿 今天 直播 真的 真的 扣子 就是送這件 女孩感背後綁結造型襯衫 衫衫 就是公開分享加留言 我們直播快要結束囉 喜歡現在江江身上這一件的 趕快 好可愛喔 留言加分享喔 我幫你打掉這個 三江身上那個褲子也蠻可愛的 他是 他是褲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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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身上穿的是 休閒小清新丹寧寬褲裙 他後面是鬆緊帶嗎 那是鬆緊帶 你是穿S嗎 你會覺得這布料厚厚薄 S會太鬆 這布料其實 是 中間喔 是適中的 他有一點點挺度 但不會太薄 這個襯衫是你的寶寶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但是我寶寶 自己自己的款 自立自強 自立自強 自立自強款 因為這款其實還有白色的 對 然後後來有一個老師在推一個 我最喜歡的紙條紋的 就是藍白條紋 應該大家衣櫃都會用吧 嗯 江江很喜歡這種領子 就是可以開 然後露鎖骨的襯衫 那還可以再看一個 如果你很熱的話 很熱的 你說在高雄的話 對啊 在高雄或者台中 台中以南的感覺 看起來好像很好看 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們今年PALO的商品 已經就是其實蠻多元化 你不管你是什麼樣的風格 其實你都可以找到你適合的商品 像江江這種 我們今天介紹秀製款 可是以往大家可能對我們 像是仙女款 天美 對 仙女款 可是沒有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們自己設計的時候 就會想說我們平常會穿的衣服 對 會想要生活感一點的 對 可是大家都可以穿 你要不要再轉過去囉 這件我也是 喜歡 很喜歡這個結 大家有看到這個結嗎 其實我會偷偷再把它綁更高 我幫你綁開腳 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穿高 高腰一點的 你就可以再綁高一點 可以穿短褲 對 好多 你有一個夾子 我看到 這樣擺高一點的話 就是把上面扣子再打開啦 對 你可以綁到這邊也沒問題 剛剛整理一下 我剛剛已經打開了 他總共有一 十顆 很多顆耶 我剛剛只拆開 我剛剛拆開一顆 上面已經有拆開一顆 你有拆過兩顆的嗎 有人問可以正反交換穿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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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試試看 其實是可以的耶 還是你要去旁邊換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你快要被扒光了 這樣比較短了 這樣比較短 短一點比例好像比較好 這樣腿看起來比較長一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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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 你要不要去旁邊試試看 可不可以 那我們還 你還有包裹要拆 對 現在剩的時間剛好可以 那你想要換 那Peggy你要不要再給大家展示一下大學題 那我們參選好了 那 那 那 展示一下大學題喔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 就是每個人都很適合 因為你在家裡應該是可以 對啊 怎麼都被Cue出來 擺搭的 擺搭的 自己在家穿也可以 然後上班穿也可以 然後運動穿也可以 然後運動穿也可以 你自己個人會想要買什麼顏色 這個 杏色吧 對 我真的很喜歡 白色 白色杏色 或是 煙燻粉 它這個杏色是不是有點粉粉 對 一點點粉粉的 然後杏色我們 上次也是都 就是賣了 有人想要看粉色 粉色是嗎 對 粉色是這個 它的粉 不像我們一般 就是 粉 它的粉比較偏淡一點的粉 淺粉色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就是沒有 比較沒有那麼的粉 全場給大家看一下全場 大概多少 全場把它拉出來 穿到我身上 好 還有一個大藍色很可愛 大家有看到我們的 多色大學T的情境照嗎 我們有PO我們背後那個照片是怎麼拍的 大家有看到嗎 它有個淡藍色 有點有灰藍色的感覺 灰灰的藍色 有人問你幾公斤 45 45公斤 158 45 對 穿S 嗯 S號 但其實這個版型算寬鬆 嗯 雖然不會到非常寬鬆 因為你看它肩前 它是落肩 就是它舉起來的話 不會到很寬鬆欸 就是剛適中的 然後它側邊是做開架的 這樣這樣換穿好了 我覺得如果說下 它真的可以兩穿 然後如果這一個 就是蝴蝶結在前面的話 你下面可以配 因為短褲 熱褲 就是不是歐美都很喜歡 前面打個結 下面一個白短褲或牛仔短褲 所以你自己在做這款的時候 發現可以正反兩穿 我們就要做正反兩穿 因為我覺得很懶得 這樣可以一次買多穿 那買這件真的也是很划算欸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 江江身上這件可以正反兩穿的綁結 襯衫的話 趕快分享加留言 我們直播快要結束囉 我肚子了 它沒有內刷毛 大學廳沒有內刷毛喔 它是絨布的材質 你要不要翻起來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還是你可以翻別件 這裡 它是這種 是沒有刷毛的 對 這種天氣穿剛好 現在穿刷毛可能會有點熱 對 現在有點熱 但是如果有更冷一點 我覺得沒可以配襯衫 就露出襯衫 剛剛用黃色襯衫好像也可以配 可以在裡面露出來 有人說它反穿比較好看 怎麼辦啊 那你們要怎麼回去反穿吧 對啊 反穿比較好看 他們剛剛說反穿比較好看 因為反穿比較有特色吧 因為它原本是畫在後面 對 我們最後一個環節了 就是想要拆它的原購包裹 我看了那個 大學廳 綠色穿這週的PS101 我覺得這個 綠色超顯白的 對啊 這樣好可愛喔 因為我們的身高應該差不多 可是我比較胖 可是你們都是穿S號吧 因為它是有彈性的 可是我剛剛放上去很緊啊 這件是新的是不是 新的比較緊 對 那我覺得它 因為它這個車線它有故意就是 往前一點 往前一點 有沒有你看它這邊剩下這樣 就是就看起來這樣很少 視覺上看起來整個比較細 嗯 這件我真的很喜歡的啊 這件呢 這件呢 我也是買在我的包裹裡面 我也有買 看一下我的 我又多買了 其實那個泡泡秀我有買 然後這是我第二包包裹 然後我就買了 包色的是這一款 選邊的 選邊的 我包色的 你家包裹也是很漂亮 對 你是不是有配色過的包裹 我真的有想過 那這個班的時候還特意配色 是為了直播嗎 要紅色系 沒有關係 就昨天 要配色好 一包一包的 紅色系的 的那個 就是連包裹也要這樣包 為什麼 職業定要 所以介紹這一款 這一款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它是裙子 那個網站上面是配那個 泡泡秀 泡泡秀 那其實我覺得 配大學梯 你比如不想要當很大人的感覺 嗯 你就配大學梯 就也可一段啊 因為綠色的 因為泡泡秀那個是綠的 這個就是 選擇好像還有藍色的 選擇還有藍色的 選擇還有藍色的 然後另外我 想介紹這三款 因為我會買 就是因為我穿過 剩七分鐘喔 有人在畫圈圈 有魚在畫圈圈 我們不能聊天 喔真的很可愛 有兩個顏色 那我 好像我是 我這樣 你比較會穩 你要配兩種 你就換地上沒關係 看一下 這樣好像也可以耶 對啊好可愛 大學梯穿搭 大學梯穿搭 對 然後我覺得綠色就是要配上新色 因為它剛好葉子也有綠色 對 那個花上面 然後通常秋冬的時候 其實會 用這樣的色系去帶 就是你穿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一點點 環境的感覺 黃色跟綠色是同一件喔 是這禮拜的大學期 而且這一款很漂亮的是它的布料 不知道照不照得到 那也可以協物一下 對啊 很有 好像照不出來 很有什麼 很有質感 然後也有內力 後學房的感覺 對對對 大概0點 也是0.1吧 0.12 0.15公分 裙子有 裙子日 秋日為天女 花朵大蛇 蓬蓬圓群 這樣好像蠻可愛的 就是有搭到這樣 而且剛才你們兩個套起來好可愛 對啊 像黃色 大學梯黃色還是橘子可以選吧 我覺得黃色 好像黃色 我覺得好像黃色耶 因為你看你的橘子好像 有點被揉掉 嗯 然後這個好像也可以搭我 我買的這三件 它是短裙 欸 算中 中圓裙 嗯 它過膝蓋 大學T的賣場 等一下小便 帶給你 對 然後再 我再看一下 我這三件 我猜一件粉 其實我最喜歡是 其實我內心還是最喜歡粉紅色 煙薰粉 煙薰粉 對 好像也是耶 有時候會想要買它 其他也會幫我吃 有時候會想要買它 有時候會想要買它 然後每一件包裹打開 還有一個防抄紙 通常這個紙我都會拿來寫 當那個 就是在家的時候 想一些想法什麼的 一家裡沒有什麼筆 哈哈哈哈 好扯 對 這件 也是本週新品 因為我覺得它搭 那個 牛仔褲就很好看 然後其實我是買M號 想要比較寬鬆的感覺 對我買M號的 因為我穿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點 略鬆 可是我又想要 再更寬鬆的感覺 所以我就買這個 然後重點是它也是 有點 有點那個寬鬆 而且它下面是做 都做不捲編的 很可愛 剛剛有人在問 有沒有不收編的 這個就是 它是捲編的 它不收編 但是它 就是 不會虛掉 對 它是類似不收編 可是它其實有收起來 可是它其實是捲進去 對捲進去的 這個很可愛 然後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就是有點 灰灰的霧本 對 感覺有點成熟的那種 對對對 就今年好像很喜歡這樣 再搭個寬褲也很可愛 對 就是重點要搭寬褲 對重點搭個穩寬 而且它不會透 對啊 它有點點 有點乾 有點點 其實有點點 什麼 手感比較乾 你知道要講手感比較乾 真的 它有點 它有挺度 它不是超薄軟的 對它有一點硬 它不是會貼著你的身形 胸部的那一種 對 這個很可愛 這個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搭配 紫色的 杏色跟咖啡色的 這個是小楊個人的原購清單 對 今天的那個拿到的 那 我們再介紹 好 我們要再看一下獎品嗎 我們要結束囉 倒數 就是江江 倒數十秒 江江身上的這件 就是今天分享 分享直播加留言 就可以抽的獎品 特地還換了 可以正反兩川喔 喜歡的話 趕快公開 分享加留言 快要結束囉 準備跟大家說 掰掰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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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道理